今年全國有二次委優秀的農民 受推薦來參加農委會基本的全國十大結出的新農場 以及十二位模範農民的選擇 在未了經營麵仔報索菜過速分是其中一日 雖然只是在到全國的模範農民 但是對他來說已經是很大的鼓勵 目前是覺得不會 因為以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應該還是會再去做參選的動作 但是我覺得可以得到這個模範農民 我覺得以我的年紀來講 我已經感覺很開心了 農民過小分說 雖然他在大學所貸的實財務金融科技 跟農業財政無關 不過他將農業來結合專長 為秀農來創造農業環境 以及瀟瀟的爬台 並且引進外國生產管理技術 打開國際市場 因為我本身以前是念財務金融的 所以我自己比較強項的部分是在於 經營管理還有我們一些行銷的部分 那因為我們的農戶都很小戶 變成說他們沒有辦法去跟國外做一些推銷的能力 那我們就是集合這些小農來配合我們的管理模式 然後去到國外去做展售的動作 沒料麵包的三頁由他的父親打下基礎 年後第二代農民過小分開店再多市場 未來他希望串連還有很多秀農來加進他們的行列 我們是希望說這個模式如果再繼續擴大可以讓這個數量再往上增加 然後讓我們台灣的結球窩具可以在亞洲 就是算是有一席之地 就像其實我比較嚮往就是像是毛豆這樣子 毛豆在台灣已經經營30多年了 那我希望說結球窩具就是第二個濾晶產業 沒料麵包的三頁 目前已經穩定打開國際市場 而且繡路走進穩定 希望他的成功經驗為修農創作優良的經營環境 以及相機 記者歡迎觀察方報道